第一步用蘑菇濃湯的這個粉就可以快速複製出 濃厚蘑菇培根炒麵 搭配幾個新鮮食材 雅臉 起司 層次 香氣 更有不同的感覺 表現這樣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簡單升級料理 今天我們要來升級什麼呢 蘑菇濃湯 我跟你講 我常常很喜歡去便宜商店 買一碗湯來喝 這個濃湯 除了濃湯之外 大家也可以拿來做什麼料理呢 濃厚蘑菇培根炒麵 這個就是你知道 經典在各大義式餐廳都可以點到的 就是蘑菇炒麵 教大家 第一步用我們市售這個蘑菇濃湯的這個粉 就可以快速複製出味道非常接近的這個蘑菇濃湯炒麵 第一步的話呢 先準備熱水 一大片面 切記一定要加鹽巴 那這個麵的話呢 要煮多久 我們就沾照每一個廠牌背後的這個標準時間去除就對了 正當這個同時呢 我會加入華野菜 那我們就稍等一下 好 時間到了齁 我們就先把這個義大利麵撈起來 那因為待會要炒的部分 所以我會把這個義大利麵煮到這個 不要全熟啦 大概是八分熟 好 接著我們來炒醬料的部分 鍋子先燒熱 先炒香 洋蔥還有這個培根 切記齁 這個洋蔥啊 我們只是要讓它殺青而已 火候的部分啊 一定要掌控一下 炒到透明透明的感覺 好軟啊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加培根進來 這個培根油也是這道料理打底很重要的關鍵 今天為什麼用這個濃湯包 我們就是要用一個借力使力的概念 有一半的力量是借這個濃湯包的底 最後搭配很棒的這個新鮮蔬菜 這道料理在家裡做就會快速又美味 那這個時候我們今天準備的新鮮蘑菇 加一點這個鹽巴 加鹽巴的目的 除了給它風味之外 也會讓這個香菇比較快速的去脫水 香菇一旦就是熟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我們今天的這個牛奶 牛奶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粉加進來 然後再加小朋友最愛吃的起司片 當這個醬子已經開始冒泡泡 creamy的感覺的時候呢 就快好了 那你如果比較喜歡濃一點的話呢 再關小文 讓它再收汁一點 但我覺得這樣就可以 我就加這個麵條進來 開大火 把它拌均勻 拌炒均勻 好 這時候就可以盛盤了 這個絕對比你在超商買的意大利麵還要好吃 這個絕對比你在超商買的意大利麵還要好吃 這個燒湯的那個杯做出來的意大利麵嗎 今天的話呢 你透過蘑菇濃湯粉 那你只要搭配幾個新鮮食材 就可以調配出不同意大利麵的風味 最後當然有加一點起司去讓它濃郁 層次香氣 更有不同的感覺 表現這樣 這樣子你學會了我的超簡單生起料理嗎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